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名叫阿玛乌的村子去 那村子里耶路撒冷约十一公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 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 可是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认不出他来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时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啊 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 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 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只有你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 他们说,就是纳扎类人耶稣的事 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 我们的司机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 判了他死罪,钉在石子架上 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可是,此外,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没有看见她的遗体 她们回来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天使说她复活了 我们中间也有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是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但是没有看见她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心里信得太耻敦了 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才进入她的光荣吗 于是,她从梅色和种仙之开始 把全部经书论到她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 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庄时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强留她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天已经晚了 太阳西下了 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 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 拿起饼来 祝福了白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才认出是耶稣来 他却从他们眼前隐没了 他们彼此说 当他在路上对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即动身 回耶路撒冷去 遇见了十一位门徒 和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 彼此谈论 主真的复活了 也想象给西满了 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 和在分禀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都述说了一遍 基督的福音 基督 今天我们读的又是 复活的耶稣 想象给门徒们 这一段福音 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教会 没有耶稣就没有教会了 耶稣死了 门徒们就逃散了 不是没有耶稣 更准确地说 是他们心里认为 耶稣已经不在了 他们心里已经空了 所以他们要回家 所以他们要回家 其实每一个信徒也是这样 当我们心里一直有主的时候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有的可靠 有的可抓住 你们忘了以前我讲过 信的就是紧紧地抓住 对不对 紧紧地握住 就像在船上 那个船来回颠簸 你扶着船帮 你扶着栏杆 这时候你才不怕 你紧紧地抓着 否则你站不住脚 一个信徒是紧紧地抓着耶稣 当有一天你认为 耶稣离开你了 天主不爱你了 你不再抓 你就开始准备回家 像这两个门徒开小车 回去 我走啊 我不在这了 在这耽误时间 已经耽误三年了 我以为他是救主 现在他自己就死了 回家吧 其实这两个门徒 是我们每个信徒的路 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也放弃过 是不是 也失望过 也认为没有什么可能了 也不再进堂 自己也不再祈祷 我们不愿意再抓住他了 可是这时候 有第三个路人 走来 跟他们同行 他们两个一边走 一边抱怨 结果没有认出耶稣来 奇怪 请想想为什么没有认出来 耶稣跟他们那么熟悉 这几年他们都听耶稣讲话 跟耶稣在一起 看到那么多奇迹 那恐怕老远 望见一个身影 也会认出来啊 为什么没有认出来 他们非常忧伤 刚才听到这一句了吧 很难过 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 魔鬼就来了 我也常常这样说 我们被一些事情压得传不过气来 被一些人际关系 所伤害的时候 我们只是活着眼 低着头 还生叹气 读圣经 你也读不进去 别人跟你说话 你也听不进去 这时候我们看不出耶稣来 耶稣跟你同行 就在你的生活里 给你记号 你也看不出来 因为你的心已经被这个忧伤 所充满 所闭塞 这时候就什么也就失去了信心 所以在这里 我想顺便说的是 一定在任何时候 把守我们的心 常常喜乐 不断祈祷 事实感谢 圣保禄宗徒 给我们一个原则 常常喜乐 今天早上一起来 太阳也好 空气也好 没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 我好轻松 好喜乐 要常常喜乐 今天早上一起来 没人做饭 早上一起来 停电停水 早上一起来 孩子哭 大人叫 弄得心情一点都不好 常常喜乐 这时候才要喜乐 天主谢谢你 开始赞美天主 不断祈祷 无论遇到什么 天主你在 谢谢你让这些事情发生 只要你在 没有什么损失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断祈祷 事实感谢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旁边的人 今天就突然给你发脾气 训了你几句 又遇到别的 感谢天主 天主让他 早上一起来 就帮助我成长 有感恩 当你的心开始感恩的时候 开始祈祷的时候 这一切就都变了 你的心开始轻松 一定不要低着头 犹豫 慢慢的你会得有抑郁症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就为了这点事 一点小事 就闷闷不乐 那个是魔鬼的圈套 你不容易认出耶稣来 相反 我们养成一种 积极乐观 向上的态度 无论遇到什么 天主谢谢你 天主你在就行了 后来他们认出了耶稣 耶稣给他们一起说话 一起掰饼 这就是教会 门徒们该度的生活 就是这样 每天我们听天主的话 每天如果可能 有机会 我们到圣体跟前去 耶稣他会亲自触动我们 一个门徒就是 有耶稣 靠耶稣 今天的读经一夜很美 若旺和伯德鲁到圣殿里去 在门口遇到一个摊子 结果这个摊子伸着手 给钱吧 给我一点钱 谢谢你们 就像今天我们在路上见到的 伯德鲁这时候 把身上拍了拍 金子银子我们没带着 我们也没有 把我有的给你吧 我因耶稣基督的名 让你起来 结果这个摊子起来了 很多人就 怀疑 到底是那个摊子吗 看着像 但是他是摊子 他走路了 跟正常人一样了 很多人就围着他 问怎么回事 他说是他们叫我好了 因耶稣的名叫我好了 你们看一个门徒是 心里有耶稣 靠着耶稣 伯德鲁 若旺 其他的门徒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也该是这样 你们说师父 如果我们不靠着耶稣 你做不了门徒 如果我们靠着耶稣 能够做一切 所以我们学习也好 听道理也好 祈祷也好 一个目标 让我越来越认识耶稣 越来越接近他 让他进入我的生命 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 我们不是会饭吃 不是因为让神父喜欢 我去教堂 不是为了这些 我是愿意说耶稣 我是一个门徒 门徒的特征就是 跟着耶稣 跟他一起生活 徒弟嘛 徒弟离开老师 你跟谁学呀 每天我们跟他在一起 耶稣你来吧 我多么需要更多认识你 听你的 跟你一起 我过每天的生活 阿们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